大家好,我是山渣,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带大家去雷丁一日游 我是由Bristol出发,坐火车去雷丁的 车程大约1小时15分钟 我买车票时就已经订阅了位 所以不怕没有位置坐 快点快就对了雷丁火车站 一出了这个火车站 我们就出发去Falbury Gardens 公园里面有个狮子像 它是纪念第二次英国和阿富汗战争小小的士兵 还有一个被纪念英美联军登陆洛曼帝 反攻德国那天D-Day 公园门口有一个爱德华七世的游箱 公园隔离在修道院废墟 这个修道院是亨利一世建成的 相传亨利一世小小后 它的围体就是撞在修道院下面 修道院隔离就是Riding监狱 Bensi在监狱的外场画了一个桃鸭 这个监狱在2013年已经关闭了 1895年私人Oscar Wilde 因为和姓戀在这里坐过两年监 之后我们走过Town Hall 再到Oracle商场 这个商场沿着Riversaille輕建 所以风景很优秘 沿着Riversaille两旁有很多食事 我拍了周围的环境 给大家看一下 之后我们就走了去Riding的大教堂 走完火車站南面 我們之後就去了火車站北面的太吳士河 河上有很多天鵝 至於岸上面就有很多鴨仔 挺有趣的 不過由於他們的數目也很龐大 所以地上也有很多他們的便便 相信對那裡的居民也會有點影響 我們沿著河邊走 很快就看到另一個圖鴉作品 我們初初以為是Benz畫 後來回家檢查過原來是Pitchy畫的 我們再向前走多5至10分鐘 就去到水力發電廠了 因為太吳士河 和雷丁這一段水位高低又不同 所以我很適合做水力發電 所以我很適合做水力發電 等到船在不同水位都可以平安經過太吳士河 我們之後就去了奧沙卡那裡吃晚飯 老實說這一餐是我來英國這麼久 煮好吃的一餐 吃完晚飯之後 我們就坐火車回回Bristol 今集就是這麼多 多謝收看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LIKE Subscribe 和分享 拜拜